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Carmen Hello 你好 喂 你好 好 有什么分享 嗯... 其实我想... 因为我去年十二月 我女兒就很突然地离开了 什么事啊? 突然到是怎么样的? 嗯,是幾個小時內發生 然後我好像無法接受 我想問她是怎樣離開 其實她是剛剛 她很少會去過夜那些事情 那一晚就說她約了她的男朋友出去玩 那又在北角某一間牛線那裡過夜 那到那晚上 我晚上凌晨點幾兩點 我又找她,看看她有沒有東西 那一刻都沒有東西 到第二早十幾多小時 醫院打來說,我女兒沒有心笑 然後我也很害怕 她就回到醫院 但是她的醫院醫生就說她突然間 得救了 五十分鐘就回心跳了 那就是 那全部人不樂觀的 那她的男朋友就說 是因為她充飲涼的時候 然後她前一發現她 那她的心在陸方裡面 就是這樣 哦,真是意外來的? 但是又不是的 那後來調查了 哦,是 那之後 法庭就說有可疑 嗯 那就交到警方的報告 現在查證 現在還在查證嗎? 是啊 就是說 其實她們都 我法官覺得 為什麼會失陷那麼久呢? 如果現在還有一個 是嗎? 是啊 那基本上不是很可以說的 不是很方便的 但是我可以說 我一刻在醫院裡面發生的事情 哦 你現在其實是想分享一些靈異經歷 還是你想 因為我是想問師傅 我問了有一些師傅 所以我聽你的節目 聽你的節目 有一些師傅說 可能一年後才可以問米 或者送她回來 嗯 是啊 我們在法庭的案子裡面 或者死因我們不能夠評論 是啊 我明白 那如果你純粹問一些想 有些師傅說 不可以這麼問米 嗯 但是我又 因為我女兒有報門給我 嗯 嗯 那我就 我有一個方式 我又不安樂 嗯 一般來說 三個月呢 大概就可以了 嗯 會很辛苦 嗯 是不是 我不敢說 總之三個月之後 大概應該可以問到 嗯 但是我聽你的節目 早陣子 有一個 嗯 藍師傅呢 就說可以 一望一望一張照片 嗯 一望一張照片 就可以幫我 充倒靈 是 其實如果現在媽媽 或者我們高度人士 聽你講 都可以的 不用看照片 有些都可以這樣 是 你現在最想知道的是 嗯 其實我很想知道 我女兒究竟 她現在 好不好呢 嗯 或者 因為我 有時候呢 我也都有其他 師傅又說 她可能去了哪裏 去了哪裏 但是我又 因為我自己 有時候有感覺到 嗯 有時候都會去 去泰國 我自己都會看到 我想問 走了一年 是嗎 嗯 就年12月 去年差不多一年了 是嗎 是啊 我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 才是有膽 OK OK 上兩個星期聽到 3132集和3137集 有一個Carmen 她女兒在酒店那裏 我不知道是醫院的酒店 那裏 那裏就過了身 我聽到她 嗯 嗯 很迷惘 是 為什麼我 我心裡很 因為呢 她現在的情況 就等於我 七年多前 我老公過世的時候 是很 不知怎麽做的 嗯 那這裏呢 我就想跟她說兩句 我希望她今天都聽到你的節目 是 那我覺得呢 Carmen 你不需要 再問任何事的了 你呢 自己呢 嗯 你的女兒呢 那個Case完了 她自然會走的了 嗯 還有呢 你最好呢 就去聽聽佛經啦 還有做義工是最好的 最好可以幫到你和你的女兒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等一下我講回我老公去世的時候的靈異事件 好 你就知道為什麽了 那七年多前呢 我老公呢 就是一種交通意外 突然間去世的 是 那一天呢 她就剛剛在印度出現旅程 出現一個禮拜的旅程 就是在印度回來 嗯 那一天早上呢 就很奇怪 那一天早上我起床 遇上這樣 就上班 那時候我中環呢 有間店舖的 嗯 那還沒用美甲的 那一天呢 我就 這樣起床 這樣就 聽到 不是聽到 其實不是聽到 是心裏面 有個感應 去到腦那裏 好像有把聲音跟你說的 就說 喂 不如你在家裡 煮個早餐給你老公吃 然後我以為自己跟自己說話 那我就說 蛤 我很忙喔 今天很多預約 我沒有空 就是自己跟自己說話 那我如是正 那時候我住在大嶼山那裏 南部 那我就回到東涌 坐地鐵去中環 那去到 九點鐘 那去到東涌 又是這樣感應到一百聲 不如你在東涌 和你的老公吃個早餐先吧 噢 接著 那我老公我WhatsApp給我 他說 I'm just landed 即是剛剛在機場拍攝了 咦 剛剛啊 大家都在東涌 那我就這麼巧 接著我 我不行 我十點鐘去booking 我九點鐘在東涌 我一個小時剛剛好回到香港 那我就miss了一件事 直到我忙到十二點幾 那我打給我老公 不是打給他 是WhatsApp給他 我沒有打到 那他又沒有回應給我 那我其實 那我約了我朋友吃飯 那我吃到兩點多鐘 嗯 兩點多三點三點 三點 三點十四分 吃到三點幾鐘 因為那時候是硬吃飯 嗯 接著呢 就收到一個電話 那是警察打來的 嗯 那其實是用我老公的電話 我還說 咦 你去哪裡啊 打他經常電話給你 WhatsApp給你 你怎麼不回覆我 接著呢 警察說 你先生出了意外 在大嶼山 嗯 接著我就 因為我先生有糖尿病 那我還很鎮定 那我 喂 他有糖尿病的 你麻煩和他送去醫院 你不要送去煤窩那些醫院 那 那跟著就 他就說 你現在在哪裏 哦 在我公司樓下的鑼匙 總之你跟我送去 我沒有想著他會死 嗯 但是當他 講給我聽的時候 我是休暈了 我是暈了一陣的 哦 接著我醒來 我立刻打電話給他 那死因是什麼 撞車嘛 哦 sorry 撞車 是啊 接著就 打電話 我還很問 我應該是坐船 還是坐車回去 煤窩 嗯 接著我拍照去煤窩那裏 那裏 煤窩診所 接著呢 那我去到 當然我是很傷心 我走都走不穩 幸好我姐姐那天就來探我 就陪我過去了 那有吳大嶼山的村民 那又馬頭開車到我去煤窩那裏 那裏 那個診所那裏 那我去到 嗯 醫生都不讓我見 因為怕我太傷心 但是我假裝鎮定 那我去到那個延伏 即是他們的庭司間 嗯 我是聽到 我不是感應到 我老公說 我是私靈 我在天花那裏 接著我還在說 你在天花那裏 你還回不回 我還是第一眼 看到我老公的身體 我是按他的心臟 嗯 我想著我可以救護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種很強烈 我可以救護他 嗯 接著那個 警察就 很大力的拔開我 跟我說 說一句 他很痛的 你這樣按他 我馬上不敢 不過已經被我按到他的口痛 鼻都出血了 太激動了 對 很激動 很激動 那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樣 嗯 總之我在那個 停車間 那些人叫我出去坐 坐回去 我又要去看 因為我是很捨不得 因為那天 是我 他訂了一個 英國對威爾斯的籃球 在這個 大球場那裏看的 是一個月前已經訂的了 那天很開心 我打算幫員工去看 這樣 接著就 我就聽到 又感應到 不是聽到 是感應到他講 你還不去大球場 接著我還認識他 你死了 你去什麼 去什麼大球場 這樣 那其實呢 在七十四十九日裏 其實很多事情發生 是很不可思議 都解釋不到 但今天我最主要是 想安慰Carmen 為什麼呢 當案件完了 就會 就可以 超脫 超脫 是的 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告訴我們客人 這個經歷 或者七十四十九日裏 發生的事情 他會覺得 你老公死了 你是不是傻了 這樣 直至有一天 我收了自己兩年 然後有一天 我的朋友 就在東涌那裏 有美容院 他說 不如你出來做一下 你不要經常溫住自己 那我就 但是那時候 我都開始有做義工的 沒有多久 半年後 我都開始做義工 去幫自己 因為那時候我還未認識你們 還有 我不知道自己怎樣 去塑造我自己的內心的感受 那我就唯有在義工那裏 去 分散住液 分散住液 直至有一天 我女兒來收隔 那我就 我又像四仔那樣 打對面坐著 收隔 我又感應到那把聲音 我經常叫這個是天使 嗯 他就說 喂 你女兒有沒有檢查 那我跟我女兒說 我打對面 我說 我聽到 我左手邊的耳朵 感應到 左手邊有個人跟我說 問你有沒有檢查 那檢查 意思是 你的子宮 子宮和男賊 那我就指著他那裏 就說 你有沒有檢查 然後他跟我說沒有 然後我很激動 你為什麼這麼大個女兒都不檢查 你已經有男朋友 同居人 你為什麼不可以不檢查 那我就好像很瘋了 然後我說你很害怕 那我就立刻 一去做國泰的 那他就立刻 按個電話 就預約了他們的醫生 那說我預約了 我預約了 翌日查 誰知道第二天 他就查到 他的子宮 黏著一個 就是黏著一邊 那裏 長了10cm乘10cm的 旗胎樓 嗯 是的 所以我為什麼會帶出這個真人真事呢 在我自己身上發生 其實呢 我覺得很感恩的是 Carmen 她的女兒走的時候 牛頭馬面 她見到 見到她的女兒 四腳帶 其實我很感恩 就是等於我七七四十九天 裡面發生的事情 嗯 很長很長 但是很感恩 神帶我上去見到我老公 噢 你見到一次 我哭得很厲害 我是每天都流淚 是不停地流淚 而且我一下子 那個月呢 我瘦了十幾波 時間關係 你可不可以說 輕輕很簡單的說 你老公怎樣回來 或者有沒有動過那些東西 或者是 有 親吻過你 有 有 簡單說 有 簡單說幾樣特別 我是最深刻的 她有隻錶的 嗯 她那時候呢 她出了chip之後呢 那隻錶是拿去製造的 嗯 她就報門給我 我Ferno呢 一定要很簡單 我只要五樣的 嗯 我要casual wear 因為她平時上班要穿西裝的 她說我不喜歡穿西裝 我要casual wear 穿球鞋 買一盒朱古力給我 戴上我的那隻錶 嗯 就是這樣 噢 然後呢 我說死了 找不到那隻錶 那天六點多黃昏 我說很累 因為實在早上我要搞她的東西 就經常出車去警署 嗯 那我就很累 我說那天呢 就說六點半了 我要睡覺 我說吞早早 我去你書房 我再和你找一下那隻錶 嗯 然後呢 因為她爸爸和她弟弟來過我來家 就 我覺得她弟弟會拿回去英國 但是就 後來我問她姐姐 她說沒有 那我就很奇怪 我說我不找了 我今天真的很累 我明天六點鐘起床 我就和你去書房找 誰知道第二天是書房 她那張紙 是repair 即那個收記的張紙 就在桌面那裡 但你一路看不到的 沒有 噢 所以你是不是很神奇 還有我呢 她自己那時候呢 我是找一些文具 文具 有些 英文字母 英文字 數字 我是 一粒粒那些 我是在那裡和她聊天 她是疑為疑 噢 那你有沒有覺得她回來 有 絕對有 因為不是只有我 不是 她沒有摸我 但是我看不到 然後 很高 整件事 是啊 是啊 是很多 多到不得了 所以我很深信 人鬼情味料 是啊 人鬼情味料 她看到我看不到 有時候我會開口說 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為什麼你可以見到我 我見不到你 但是到七七四十 不是 四十九天 是四十八天 因為她的身體要送回英國 噢她是我個人 是嗎 我是英國人 然後送回英國 然後七四十八天 那天早上呢 我五點鐘起床 那麼 她就 七點幾 就要 就是我七點幾 就要坐飛機去英國了 但是我五點鐘起床 我其實呢 是裝了 每一些白蠟燭 我門有一枝 我是到處都裝的 我是怕她回不來的 那時候是一個人 我很害怕 我是怕她回不來 還有呢 我是要一個人在家 我不讓那些狗狗 我不讓我的工人 在我家 因為我要感受到她 還有我不怕 那些狗狗嚇到她 她的零 回不來 OK 然後呢 七十四十八九一天 我五點鐘起床 那些蠟燭呢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啊 真是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而已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呢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呢 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呢 就是三十元 視像是四十元 如果加上用APP呢 就是五十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了 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呢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 最恐怖的個案